哈喽大家好我是马赛克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如何抢救穿不下的 无论你是变胖还是说像我一样生完小孩整个人大了一圈 没有关系 只要照着影片的方法做就可以让穿不下裤子变成穿得下哦 首先我们会需要穿不下的裤子一条 剪刀一把 水削笔或是钳笔一支 手帕或是白色的布料 断袋一卷 运斗 以及最重要的 日本裁缝上手布料粘着剂 这样一条虾皮买差不多两百多块 好那现在我就来把这件裤子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真的是一条穿不下的裤 所以我今天就牺牲色相 你有色相吗 你洗你上呢 首先把穿不下裤子穿起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卡到的地方 通常是在骨盆的位置 那我们就把短裤 从边边的地方 侧边的地方剪开 这是正面 要注意前面这个地方是口袋 不要剪到口袋的缝线 大胆的剪下去 那我们先剪一点 先不要剪太多先剪一点看看 另外一边也是 那我剪的时候我都没有剪到中间这个缝线的地方 就是避开它去剪后面的地方 那再把它穿回去试试看 拉拉看 诶还是卡卡的 卡卡的吗 拉的起来吗 拉的起来 拉的起来 哦拉的起来 赞 那把它扣起来看看 这也太短了吧 扣不起来 好那就继续剪 来继续剪 继续剪 再把它穿起来 扣起来 现在裤子已经穿上去了 看下侧面的部分 它之所以会穿得起来 是因为侧面我们把它剪开了 所以现在这里有一个 V型的开口 那我们就是要用手帕 把这个开口 给补起来 拿出水削笔 沿着V字形这样往下滑 用铅笔也可以 我用水削笔因为它颜色比较明显 那如果用铅笔的话 就要自己用橡皮擦把它给擦掉 上面的连线也把它画起来 另外一边也一样哦 底下的布务必要平整 不然 之后粘上去就会尺寸不合哦 这样就画好了 来到桌子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剪开的地方这里毛毛的 只要先把毛毛的地方收边 就拿出我们的缎带 这个缎带可以选宽一点 因为太窄的话 它就会很难 把边全部包起来 等一下就会像这样子 把它 包起来 但如果这样包的话 这个底下的地方 一样也会有一个 不太好看的边 所以我打算留长点 在底下打一个蝴蝶结 那长度的话 差不多就 抓跟 裤管一样长 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上面的话 还会先留一段头 这样粘起来的时候 这里可以折进去 不然如果刚好在这里的话 这里一样会有个 不太好看的边 就拿出我们的剪刀 把它剪掉了 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裁缝上手 断带稍微对一下 断带稍微对一下 从这边到 底部 差不多这个地方 稍微做个记号 把要粘的地方 都挤上一条 随便拿一个东西 稍微把它涂匀 就可以把它粘起来 来 来到运斗前 用运斗大概烫 20秒左右 内面也烫一下 另外三个毛毛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包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上面多的这条面下去 我会再剪一下 因为其实不需要留那么多 一样拿出裁缝上手 同样涂一点 里面涂一点 把它弯进去 另外一边也同样的 方式 来到运斗前 一样烫20秒左右 这样子收变的部分就粘好了 底下这一段我要把它绑成一个蝴蝶结 直接搬一个火结 整理一下 另外一边也是 像这个有点皱皱的 就是烫的时候有点折到 烫之前一定要把它弹平 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 这一段比较长就在剪掉 这个蝴蝶结底下的地方 断带 剪掉的这个地方 它时间久了还是会有点毛毛的 有点 抽死的感觉 所以 还是要收下边 把它往后面的地方 折 捏一下 像那一只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拿出刚刚描好的手帕 先找出三角形底部跟上面 我们不需要那么大张 所以稍微剪一下 要预留裁缝上手粘贴的范围 所以大概留这样子的宽度就可以了 另外一张也剪一剪喔 等一下我们要把 底下这边粘起来 然后上面的地方要往内折 所以我们先把到三角形底下两边的范围都粘上去 再次拿出我们的裁缝上手 我们先涂到三角的底下就好了 一样找东西把它涂匀 把它沿着线粘贴上去 另外一边也一样的方式 再把它烫一烫 翻过来再烫20秒 另外一边重复一样的步骤 这样手帕就被粘上去了 上面的地方还要把它往内折 那我们翻到裤子的后面 上面的地方 都涂上裁缝上手 往内折 这个地方 也把它往内折 不然会凸出一些不好看 翻到正面确认一下 烫20秒 换另外一边 最后再整理一下蝴蝶结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旁边 这样子裤子就被成功的改大了 而且 边边没有一个 剪开的开口 嘿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不要跌满新的 老婆不买新衣服不好吗 这样还不够哦 我们还要下水洗过 证明这个布料链灼机 足够牢固 蝴蝶结松掉了 蝴蝶结松掉了 不过其他的地方还粘得好好的 只要再把蝴蝶结绑好就好 如果手边有其他花边啊 蕾丝或是漂亮的布料 还可以做这样子的变化哦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